美国时代杂志最近参访台积电的厂房 点出台湾这座护国神山 在今后十年将要面临的四大挑战 一起来听听财经专家丁雪文的解读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时代杂志一篇我个人很有兴趣的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TSMC 这篇文章是由时代杂志很有名的一个记者 叫Charlie Campbell特别去写的 他里面主要在说 台积电在未来十年可能会面对四个很重要的挑战 文章一开始他特别提到 其实最近台积电总算敲定 决定到日本去设他的一个新的产能 而日本也给他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在2022年开始建所谓的这个日本厂之前 会给他5000亿日元的一个support 大概占他整个所需资金的一半 这金额是非常大的 不过里面也特别提醒台积电 他未来其实有四个重要的挑战 第一个 就是高端的晶片 其实应用层面没有想象这么多 你譬如说台积电一直强调 他的3nm跟5nm其实是独步全球的 可是事实上呢 需要用到3nm跟5nm的全世界的应用面 其实并没有想象来得多 第二个 随着你的技术越来越高端 其实你的客户会越来越少 里面特别提到的华为 华为曾经占台积电所谓的营收的20% 可是随着中美对峙之后 其实已经降到17% 所以很多相对成熟的晶片应用 在所谓的AI时代来临的时候 其实已经足够 那第三个呢 里面特别提到 随着台积电的未来越发展 虽然业绩很好 对于台湾来说 它是一个吃水的怪兽 它用电也很凶 台湾到底能不能support台积电下个阶段的发展 最后一个就是说呢 台积电未来的competitor 可能已经不是它所谓的竞争者 而可能是各国的政府 因为我们看到不只是美国 甚至欧盟都开始要发展自己的半导体计划 尤其中国 其实是最aggressive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台积电可能面对的未来 跟过去的30年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玉山科技20年会上面 Maurice 张忠谋 其实发表一番演讲 让很多人很感动 我们也知道了台积电成功的秘密 不过大家也知道 时代总是在更迭 到底下个10年 是不是会向时代杂志提醒台积电的 很多的挑战横更在前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企业要懂得与时俱进 在不同的时代端出不同的策略 去应对不同的competitor 或不同的大环境 或许就可以让这家企业 成为一个真正百年永续的企业 我们期待台积电就是这样的企业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